改成這個Name 然後裡面不是有個Value 你可以把它改成 就是最喜歡的球隊運動 它就會直接載最喜歡球隊運動 這個地方不用Ctrl-V Ctrl-V貼上好像會有問題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試過 貼上好像它不會貼上 它會貼到背後去 會貼到上面去 但是我按右鍵貼上OK 你把它Save之後的話 Run一下你會發現Default值 就會是最喜歡的球隊運動 它是去抓什麼 AppNet 這個自串支援 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後面 我們這個就是第七章 第六、第七就結束了 然後再來的話 就第八 第八的重點我們來看 基本上最主要就是 鍵Menu Menu的話其實也非常簡單 那鍵Menu最簡單的方法 也有好幾種方法 你可以用 就類似跟 跟什麼 我們建那個List View裡面 我們讀取資料來源 有幾種方式呢 至少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從Resource檔 有沒有 把它讀過來 一種是從政列 對不對 那Menu也是一樣 Menu你也可以用 自串支援檔建好之後 Low進來 一個是建一個 就是政列 再載進來 不過我發現好像 第二種方法好像還蠻麻煩的 所以第一種方法 我後來都教第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的話 因為好像都雷同 所以就不講了 這部分的話 我等一下會講 那這個 這個自串支援檔 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要怎麼樣載進來 按一下Menu有沒有 我這邊已經做好一個了 其實可以用同樣一個 Sample來練習 點下去之後有沒有 底下不是有Menu 那要幾個的話 你自己可以去看要幾個 而且它還有所謂的 SubMenu 就是這個Menu下面點下去 還有Menu 還有好幾層 你可以在SubMenu 那比如說我今天按一下關於 那我很簡單的 就是做一個Tost出來 比如說 這是無老 這邊有跳出 那時間的話 你可以調 這邊好像是一秒鐘吧 OK 那另外的話 這邊有個所謂的結束 按一下結束 這個就跳離了 Finish 掉 OK 那這個怎麼做出來 非常簡單 做Menu 我想 將來Menu其實還蠻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有的時候 你按Button 那個Button的位置 會因為不一樣的裝置 會亂跑 但是Menu的好處 無論哪一種裝置 它都會在下面 它會自動幫你調整 所以有的時候 你功能乾脆 有時候乾脆 寫Menu的話 那那個介面 假設它要執行 就會變 比較不會說 版型 需要去調整 還是可以達到一定的目的 而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的這個Sample Run出來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再加上Menu 那加上Menu的步驟 等一下再來說明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好